哈喽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五场军阵啊,希望大家喜欢,主要是一个配合啊,那我们先看第一局,有二六区玩家,骑奔,提供的素材 那么第一局的话,主角呢,主攻,嗯,主攻的话,最后选了个啥,啥玩意嘞,香香啊,香香,那么跟香香呢,这个配合的人啊,对吧,能配的人就太多了,来者不拒 那我看一下,这里上来啊,主攻就直接开一个南蛮,那场上你看啊,布之跟主是要配合,贝贝可以配合,其他的,呃,其实就不太多了啊,不太多了 那么这样的话,在盲局打一下布布,布布呢,一般来说啊,这个,呃,空排叉的呢,武将还是偏反多一点 这边啊,曹冲啊,下家打女萌,应该来说啊,偏反一点,嗯,啊,偏反一点,女萌们偏内,对吧 那边,布布,嗯,这里的话是直接啊,跳中了,啊,跳中了 哎,不对,还是跳反啊,他木马直接给了操红,他只是为了女萌,他说了,我看见啊,因他的第一个大配合布置,嘿嘿,定盼,来一方啊,定盼来一方啊,定盼来一方 再来,对布置啊,嗯,那也就这样了,啊,也就这样了 那么这一局呢,布置啊,就是主持者两头在手,在时,他没有问题啊,不会死,对吧,毕竟在这边 那么我们现在又担心啊,十一排,大神都两张,五排,五排的话,场上,啊,换不动,哈哈,都换不动 但是人家呢,这边最后也是跳中了,那这样我们这一局啊,有两个神中,虎佑,啊,虎佑啊,应该来说,完美啊,完美 那么主持者呢,最后虽然啊,一拨牌在手,但是呢,这个牌的质量啊,应该来说,一般般,不能算特别好啊,对吧 就差一个顺手,拿连弩吧,嗯,找队友,配合一下,国差桥,被打无限,再杀一刀,最后只能弃啊,弃 那么这样的话,布置,再来一下配合,四张牌,八,呃,四张牌消息,八张打过牌,走起,对吧 然后再加上四张,往手里屯 手里屯的话,到时候布置,还可以,这个,给我们来一发,这个,定判摸牌,啊,定判摸牌 对吧,摸一张,摸一张牌 那么,冰娘,无所谓,关键是要这个,呃,关键是要这个,他有,出牌行动力 那边的话,人心,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第二轮啊,直接走起来之后,有了一个八卦了 那基本这一句,应该来说很稳了,啊,很稳了,对吧 这个时候,只要你别来了,哎,啥都可以商量啊 前津散尽,曹军相智,之后一军 那么,再来一关,又是洪德啊,无其 那么,神装到手啊,捏努一波走,捏努一波走 妹妹,你答答的往前走啊,对吧 走一走,走一头 再来,那么麻素的话,这边是直接,吃一下 最后呢,主石脚,哼哼 哼 那么,这样的话,直接连读走起来了 这个废话不多说啊,就是应怼 后面呢,可能会缺一张,可以瞧 哎呦,这个九杀比较可惜了 啊,比较可惜了,曹冲这边没能挡下来 主要是让他们一起 找队友,睡一觉,然后呢,强杀小孩 可惜啊,哎,他拿谁 觉得,他不拿了,那就直接叽叽呗,对吧 这道题,冲儿解不出来 啊,冲儿解不开来,那应该来说啊,这个老师啊 老师选的不太好,如果像香香,这样的老师 对吧,我们这个就盯着啊,香老师 来一发啊,解题来一发啊,解题来一发 传道授业,解护马 来,冲儿冲锁,冲销闪开 十八张牌啊,瞬间在手里 关键啊,还有这么多头 所以啊,这一局啊,这种大过牌 看起来就是爽啊,百看不应啊,百看不应 那果才巧,最后呢,应该来说啊 内奸反对都没有什么机会了 我们就直接发辑组结束了 哪劫就交给年轻人了 交给年轻人 我还以为要卡了 吓我一跳 箭武惊鸿 箭武惊鸿 冲儿解不开 冲儿你哪里解不开 对吧 这香香都解的那么开了 你还解不开 小朋友还是要 长得不够开 我们第一局就这样了 让我们看一下第二局 第二局有九区玩家 爱德蒙唐泰斯 这一局主视角八号为大忠臣 主攻农民 那么这里我们主视角选了一个 这个配合应该来说一目了然 关键是给农民你刷的时候 特别他是换一些装备 对吧 不会破坏他的防御 还给他刷屯田 那么有的时候 其实这个位置也不用担心 毕竟给他刷一波牌之后 即使破坏他的防御 那这里的话我们也可以 对吧 毕竟年冻在这边 所以的话问题也不大 春歌挂起闪天 然后杀主攻 我标个内奸嘛 反贼不好讲 不好讲 那边朝人的大人子 开一个万计 应该来说是忠臣 农民这样容易送绝心 但是鸿桃兄弟 鸿桃兄弟 名不虚传 香香 哼 这边的话锁 没锁 主攻 应该是忠臣 最后火攻弃掉 那么这局 降灭 不出意外 应该是 就这样了 内奸的话 曹仁吧 曹仁 徐叔被砍一刀 徐叔最后呢 举剑给了春歌 那应该是 应该是 主持人叫顺手 敌寇 寄过 成琴 这里主持人 应该来说顺手 可以拿着联赌 选择给手工留 敌寇 寄过 成琴 这应该来说 刚才可以考虑 取个联弩 你手牌呢 毕竟还是有这个杀人 厉害 但是那样绵弩打的话 也没有什么用 徐叔的人王刚才没扒掉 还是没用 不好意思啊 我忽略了徐叔的人王盾 好吧 那边的话春歌 汉帝和乡图 反贼啊 那边的话是反贼 备战 带敌 终于啊 红刀兄弟 要觉醒了 对他这个已经 刚才是觉醒了 觉醒了 说错了啊 呃 小小把戏 小小把戏 那么我们看到啊 香香一刀九刀 所以这一局啊 配合很轻松了 对吧 一轮送觉醒 后面呢 这边就是一个 呃 主角又逃 南蛮入侵 要掉血了 是不为汉贼 现一侧 这个难道 那这里啊 有点蛋疼 那么主视角 这是什么操作 嗯 好吧好吧 哎呦我这会 这会在干嘛 口服太多了 口服太多 这个 刚才是左思求讨 远胜于武 所以我不在撞 无意不在此地 以前别不 声东击西 抵抗 好 那么主持人 那继续啊 这里跟农民啊 打出了一个配合 六天 到手 一波 击息了 一波击息了 哎呦这个没杀 哎呦太坑了啊 太坑了 这个没有办法啊 这个没有办法 但是他说了 说了 我觉得啊 这个加一 春哥的加一 叙述的人王盾 他应该先取了 啊 他应该先取了 那不过呢 他这个虽然啊 没取到杀 但是呢 应该来说啊 直接扒空了动力 也是一种心 还是一种心 而他想赌一赌啊 那么那边的话 闪电劈下来 这个就尴尬了 主角 可疑 徐树的话 无言 农民啊 求最后一逃 曹人救起 曹人救起 这个闪电啊 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那么最后 徐树呢 主角还能再行动一下 还能再行动一下 有逃 继续给主公啊 送一波 击息息 但是这一局呢 虽然我们跟主公 有配合在 但是 后面这 还有这两道啊 哎 太惨了 太惨了 那么这一局一个闪电啊 还带了一发 后面呢 刚才是18血吧 那么这边啊 最后主公 靠一个人王盾 强行 乃虎死几 曹人肯定是啊 这个挪青钢 没有问题的 主主角 来 嗯 这里啊 选择强杀旁途 其实不太好 不太好 对吧 你杀他的话 直接啊 绝起一波 有点弹 那么主主角 这一下的话 没有防御了之后呢 应该来说 很容易跪了 很容易跪了 曹人应该来说 需一个酒杀 不成问题 直接一刀 甚至可以压一下 徐树的血线 农民再一次啊 小发挥 人王盾护体 那边借刀上人 一刀 有陶吧 否则他这个 肯定是直接打无懈的 对吧 肯定直接打无懈 但是我觉得 不应该吧 应该来说 直接打无懈拉倒 你这样的话 陶子到时候啊 自己还可以考虑 活异血啊 那我们继续看 那么主主角 这一下有陶 但是贝勒啊 没有办法 那边继续打旁动 走你 啊 不送了 我命中注定 将丧死 我受为公 那么最后 徐树啊 这个托管 主主要继续 更农民啊 集息配合一波 那么最后的那边 曹仁 曹仁我们这边啊 还是有点特质的 对吧 这个装备 我可以给你 嘿嘿 齐治掉 齐治掉 那么这一局 一直坚定到最后 好吧 就这样了 就这样了 那么最后 徐树 这还打了一分钟啊 好吧 就是各种没杀 各种没杀 声东击西 敌口 一张 那我觉得没必要 力弹 最后还是一刀 就这样吧 这个选战啊 肯定是直接冲着 跟主攻的配合去的 所以的话最后 应该来说 觉醒上很顺利 虽然人家是红桃兄弟啊 但是啊 顶不住你这么多的 粘动旗帜啊 好 下一局 下一局的话 由四五区玩家 南宫笑笑 提供的素材 那么这一局 主攻教主 主持者的话 三号位的一个忠臣 选择了 戒贝贝 那这样的话 我们啊 应该来说 有的时候啊 你比如说普通贝贝呢 可能容易形成断杀什么的 那这里的话 我们就不用担心 这个问题 当然啊 没有贴主 稍微有点遗憾 另外的就是可以啊 不仅是仁德方面的问题 还可以充当一些这个配 呃 输出吧 就还是借仁德的啊 凡贼 子贼 小丽 也能安无雄心 五湖呢 刚才是一手的扔了黑啊 有杀神 五湖是开出来了 杀一刀 这里比较尴尬的 那么主持者啊 戒备备要注意 这个 先无重 那么这里的话 那么万箭呢 没有说啊 急着去开 而是续在手里 可以啊 那么黄忠呢 本来这个选项 就是强行克制主攻 所以的话也没有问题 啊 类似的 还有什么 躯翼啊 对吧 切入了躯翼 感觉到了 新的魂魄 好 大师啊 大师这里竟然是选的 称臣 今天啊 两局大师倒是挺意外 啊 刚才有一位 香香菊的大师 这一局呢 教主菊的大师 其实教主菊的大师啊 还是比较 一般来说啊 都偏反一点 因为空白流嘛 空白流 主攻贴换 空一波啊 对吧 炸干主攻 就是这么来啊 天意如此 好 那边的话都没有什么大种做 闪电走起来 那么这一波闪电啊 估计要 干一波黄中了啊 干一波黄中 五股分断 那么主攻要取一个无戏啊 这肯定是这样的 那么 主攻是取的闪啊 取的闪 挂戏八卦 nice 那我们这里啊 像黑桃吧 对吧 我还没给出啊 我没给出 还有闪 还有这个连弩 那这样的话 嗯 是人本定 再来 这里就靠 连弩和八卦的配合了 那这样的话 闪电啊 命能啊 只要能收获 闪电啊 又如何 可惜了 最后还是没能带掉啊 那么闪电 这里可以考虑 不批大了 只要控住 任务次数 对吧 闪电去批一下 呃 江维 江维不划算啊 小炮 大师 换一波 收人头了 收人头了 最后还是批了小炮 这里可以啊 这里先选择啊 路先行动 路先行动 这边江维 天然的啊 原味的啊 原味的 呃 江维 杀一招 到输 社会呢 就很亮啊 你觉醒 甲鱼 那现在的话 这局啊 这种局面啊 这个内剑 肯定是直接跳了 黄中 但是黄中啊 这边也就打到大师了 对吧 其他没有什么用的 你打主攻 主攻这么多牌啊 他猎攻 第一个条件不满足 没办法 还有杀啊 还有桃啊 还有桃 那我们看一下 心腹汉室的重担 来 继续杀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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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啊 那这一局都要 也就是啊 应该来说 这一个三人铁角啊 呃 还是比较好 这边啊 先帝蒙啊 但是先帝蒙啊 少一个 少一张牌啊 江维少一张牌 但是可以选个地盟 甲鱼嘛 那最后啊 还是三张牌 第一盟过来 那么大师的话 怎能不战而退 应该来说 也没什么问题啊 主公还有桃旧的啊 有桃旧的 甲鱼 会不会乱 我直接玩杀大师呢 决斗啊 好 最后的话 这里啊 就没有办法了啊 对面啊 基本就 好 凉凉 好凉凉 那这样的话 我们再配合 收走姜维 收走姜维 主公呢 还去杀一刀 其实这一刀啊 可以带一下 甲鱼吧 嗯 好吧 来直接杀一刀 对吧 就这么轻轻松松 哎 他还是动甲鱼啊 还是动甲鱼 可以 那么批姜维 可以可以 他批姜维的话 就直接啊 这个收个人头 对吧 批甲鱼就纯粹啊 控一下啊 控一下 那这样的话 甲鱼啊 这个是无礼回天的 很难打 这一局 而是开局啊 普通就把这个优势给打出来了 他完全无啊 还手 这个还击之力啊 下一局 下一局 有一区玩家啊 这个 萨基特末班 提供的素材 那么主持者 四号位的一个反贼啊 主攻 看一看 小胖 那么小胖 一般来说 我们这反贼选的话 最后是选了看责 好吧 这个看责啊 整体二人的话 不存在什么啊 太多的 那么大家如果不熟悉啊 既能啊 再看一看 下书啊 出牌阶段开始是啊 将所有手牌交给一名其他角色啊 该角色亮出 而任意啊 就是猜猜看 玩心理战的 宽视 结束阶段啊 选择一名角色 你到下回合开始前啊 该角色受到大于一点伤害 是防止死伤害 然后你跳过下回合 好 那么这一局 我们可以看到啊 小胖呢 直接开一刀 神曹操啊 神C 这样的话 直接啊 两波归星 场上啊 瞬间一波控 那么这里的话 李若啊 有可能 有可能忠诚 那么后面的话 那毕竟啊 这个在小胖配合他的话 大菜刀 树霸 李若都可以配合小胖的 那么小胖刚才是啊 去信任 认了一下曹老板 那我们可以看到 嘿嘿 这边啊 不知道神CC是不知道这个技能 还是啊 手 这个反正啊 那边说不是故意的啊 不是故意的 那这样的话 瞬间 嘿嘿 走你 啊 瞬间走你 对吧 这个我们啊 今天说是克制 那我们就反过来 来一个啊 反向的克制流 克制流 对吧 哎 你是队友就配合 你是敌人 我就克制了 就是这么简单 然后主持人家的话 直接啊 相当于要打离魂了 相当于打离魂了 那这样的话 一波小数出 啊 最后呢 火攻 想到神C啊 这个是明的闪电啊 明的神 明之归武 呃 这样的话 再来一波恨真 啊 让他翻面 强行让他翻面 好吧 但他其实本身可以选择 不归心啊 不归心 对吧 嗯 华佗是 气质的神器 好 最后礼物呢 这边是开大招了 让这一切 灰飞烟灭 犯罪队友 好吧 最终啊 这是队友 这是队友 好吧 呃 内奸忠诚 这个 罚警三倍 下不回忆 不对啊 这个我 好吧 这个是队友 这个就是队友 嗯 哎 尴尬啊 今天这个 哎 今天难道我白听啊 这个 算了啊 算了 就这样 最后是队友 嗯 嗯 真眼说瞎话 嗯 现在可能白天啊 工作的有点累了 有点累了 嗯 好吧 希望大家谅解一下 最后一局啊 最后一局由二六区玩家 商山客体温到出彩 这局的话是 我们这边啊 一号位主攻啊 那么二号位甲鱼 这边一般来说 现在这种位甲鱼啊 还是啊 忠诚啊 忠诚 居 居多 居多 所辞 九杀一刀 打甲鱼 看看会不会拥有六姐 真实啊 那这边的话肯定是反贼了啊 臣愿为世子 啊 我是啊 这个笨子 请休息吧 请休息吧 那么场上的话 曹石啊 大家注意啊 八号位曹石这个脸 我们一般说过啊 孙笨局 其实八号位想选一些大菜刀 能够粘刀 他多刀 这样的话 还是可以当忠诚的 很好的可以送你觉醒 对吧 那么曹石贝勒 最后呢 这边是火攻打我们 这应该是像中 像反贼啊 都火攻打过来了 当然 他把我们打到四血 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黄爱没有动 虽然听过了 忠愧 顺手 拿八卦 再杀一刀 这忠愧可能是内奸嘛 对吧 曹石 哎呦 没能添过啊 那这样的话 一波杀 草花王子啊 这些都是我的 给你就好 左辞 杀曹石啊 杀曹石 我才是皇帝 这一个拼领 六六的 哈 这些语啊 反正这些配合还挺新的 特别像路神 对吧 跟树霸这个点 那我们可以看到 内奴继续是 听我的号令 这树爬每次都留一个小点 这个不应该的 刚才这名字啊 你要制霸 你要制霸 对吧 他刚才宁可弃了八点 而且他身处其实是反在腹地啊 反在腹地 你这个身处内陆啊 身处腹地 你还怕什么啊 没有防御呢 这里应该来说主要考虑路神的过牌了啊 给我就好啊 主要再次被乐中 那边的话 左思这一步啊 选择客气 结果人家听过 这是没影响吧 嗯 杀一刀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啊 左思其实前期打的 你哪怕这里去刷一下这个子凶也好 但是他这里就是强行把我们杀到三血 那你这三血一打的话 曹植 你无视操制的能力吗 宝贝 对吧 所以的话左思啊 这里打的 呵呵了 这个点啊 我们天跟鱼强调的比较多 前卫反对 一定要注意后卫中神 只要打到三血之后 就是一个危险区 路神火攻 最后呢 木马走出去给队友 皇该 他就是不动 给一个腾甲 这一下啊 出发那边啊 终于会了 那么路神啊 始终没有去啊 一直 感觉没有太大的发挥啊 你跟南蛮入侵 打出来 主视角 对吧 瞬间 觉醒了 要的就是迈起的 要的就是迈起的 这一句啊 就是跟队友之间的一个 这个没有特殊的配合 就是一个觉醒 去打的配合 就这样 那么最后的话 主视角 瞬间 一步啊 江东小爸爸 孙伯福 请休息 红杀还起了 留着闪 其实我觉得啊 如果是我的话 我肯定留红杀啊 留一下 留一下 毕竟啊 你这里啊 清掌 神奇啊 晚上就 好 整个啊 反对这一步啊 被坑得比较残 最后的话 这边路神呢 也没有感知吧 毕竟八点十点啊 还是比较大的点 黄盖继续看南蛮 你以为能打得死我 主角出杀了 出杀了 小小把戏 万箭齐发 再来一下 主攻啊 这个防御是高低 那么那边左磁 当然啊 这个反贼直接啊 送红的注尊了 看看路神送不送 他还打无限了 那这样的话 就意味着自己手里 好吧 最后的话 主角再来 大英魂给队友 无击一下 游戏反打 对吧 内斤 再来 过拆 拆一个距离吧 可以保一下自己 无牌 对吧 我们最后这边 还是一个无血 大英魂 无血主攻啊 对吧 爸爸附体 无奈江东小爸爸 这是真爸爸 真爸爸 对吧 这个比孙剑啊 牛逼 牛逼大了 牛逼大了 对吧 这戒阴姿 往这一摆 那这种啊 觉醒的姿势的话 一旦来说 孙剑也要改版 对吧 孙剑也要改版 这太配了 好 最后的话 一刀铁锁 直接崩凉凡 打内斤 曹子翻面就行 我们加一挂起 留一桃 保卫一下 曹子 最后的话 这边直接活着内剑了 但内剑呢 虽然中贵也觉醒 但是的话 整体相对于 孙奔的话 还是稍微显得 有一天也能 猫猫鱼吧 猫猫鱼 给我 江东子弟 何距于天下 那么主射角啊 那边的话 排 哈哈 还有一套可以保 最后的话 终究带走 吃一套 好 最后的话就这样了 好吧 这一局主射角啊 觉醒加上呢 那个甲鱼的配合 还是显得不错的啊 好吧 今天这个5G配合局 就给大家带到这里 当然啊 今天的这个失误 应该来说 最近的这个口服 次数最多的一次啊 希望大家谅解一下啊 今天还不在状态 可能白天工作太累了啊 那就这样吧 最后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